把我放在兩大女神身旁 覺得其實蠻榮幸的 對方是很厲害的人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也沒有在意誰紅不紅 或是我有沒有紅這個事情 我很感謝現在所有的一切 一開始的時候覺得其實蠻緊張的 但是現在又在應援台上 是覺得很開心很放鬆的感覺 就是跟球迷們一起應援很開心 那最近就是可能有被網友討論說 可能或是被比較 那心裡一開始會不會有一點點小失落這樣 其實我覺得我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把我放在兩大女神身旁 我覺得其實蠻榮幸的 但是我覺得因為對方是很厲害的人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也沒有在意誰紅紅 或是我有沒有紅這個事情 因為其實我從以前蠻榮幸團體 我轉過來大大隊的時候 我就覺得自己是有很大的進步 然後我也很感謝現在所有的一切 比如說最近有些代言啊 還有很多新的工作 甚至有一些是很香港工作 都會有交響 就覺得其實很感動 所以現在就慢慢努力 那你覺得你自己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有別於學姐們自己的特色 我覺得我的特色 應該是我私不想感染力的部分 因為我也受到一些很多的回饋說 看了我的應援會忍不住跟著一起跳 或者是會忍不住想笑 對所以就覺得其實這個是蠻厲害的一個 我的筆器 我太習慣了 我覺得台灣的大家都很熱情 可能對我來說我真的會有點不習慣 因為他們都會很關心我 欸你不要吃飯啊 欸會不會冷 然後就覺得其實很冷心 太大了 太大了 你不要看 太大了 太大了 很難看 不買 太大了 有決定